譬如今天你和我做這個聊天的訪問的時候 如果在你開始之前 你走進來的時候 你跟自己說 今天我的嘉賓入坊 很緊張 就是了 你跟自己說很緊張 你不進來很緊張 就突然成頭漢 現在呢 輸入了一點 上了一個軌道 上了一個力量 如果你跟自己說 今天我要做好它 我會做得很好的 等一會這個Live 會有很多人看的 大家會看得很開心 兼且是會很多東西放進袋子 那你想想你走進來的時候 可能跟我聊天 或者對著觀眾跟他說 hello 那個能量和那個樣子和表情 你給予到他的感受 都是很不同的 就是我自己為什麼會經常說 Bob 你寫那些東西你有沒有做 我當然有做 譬如好像早上我起床的時候 好了 洗臉洗完臉之後 好 個人精神了 我清醒了 我就會看著鏡 我真的會跟自己說 Bob 今天 將會有很美好的一天 會有很多很好的事情 發生在你的身上 那你只說這段對白的時候 你都已經很開心了 今天是很美好的一天 很好的 會有很多很好的事情 都發生在你身上 我不管這件事情 到底是關於錢 你的關係 你的健康 什麼都好 那你不覺得這樣令自己開心 你走出去的時候 走出去的時候 走出門口 見到那個旁邊的陳太 但是你會說 hello 你都比較精神 我自己是怎樣的 譬如我每天有機會上台做show 或者出場做seer的時候 我在後台也是這樣的 你會很受歡迎 觀眾見到你 就會很開心 會做一個很好的good show 客戶很喜歡你 怎樣 然後你的人就會自然 充滿力量 好像變形合意 那樣 就是由平常人變形合意 然後那種充滿力量的感覺 才會走上台 我這樣走上台 走上台的時候 你上台 快點站住 我覺得很累 那個力量和能量 都是很不同的 那所以我自己和自己說 你當是催眠吧 就是這樣 我去說服一下自己 但是我又覺得 過去這麼多年來 我用這一種的方法 去令自己 多一些正面的想法 嗯 積極多一些 就是可能說 我講一些很悶的事情 是很悶的 這個事情雖然很簡單 但是 你有沒有做呢 就是不複雜的 你和自己說 今天會有好事發生的 嗯 一定會有的